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联合航空空中 经文男子上条机 悲诚客集体制服 美联储主席鲍威 以国会作证加息步伐 或将价促股票应声下跌约一成 参加了星岛青山小姐选举 认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 回馈社会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电视新闻 我是关韵瑜 大事小事身边是 星岛与你紧贴时事 今天是美西加州时间3月7号 先来关注今天的投资新闻 四名美国人上个星期 驾车进入墨西哥时被枪手绑架 其中两人证实已经死亡 另外两人生还 其中一人受伤 墨西哥当局说 两名生患者已经交还美方的边境人员 绑架事件再次引发 美国对墨西哥帮派暴力问题的担忧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比说 美国政府正向墨西哥了解事件 强调无论在任何地方 袭击美国公民都不可接受 墨西哥的总统佩洛佩斯就事件表示慰问 指已经拘留一名涉事人士 强调当局会将涉案人员承之愈法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在北京举行 今年是中共换届之年 亦都是中国国内疫情开放管控之后的第一次两会 加上澳湖战争的中国取向 以及中美对抗深度发展等的问题 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日下午参加政协民建讨论时就表示 党中央始终将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 民企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发展 习近平又罕见高调批评美国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他实施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 为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中国外长秦刚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重申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 对于最近美国高官声称 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 中方坚决反对并保持高度警惕 对此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比表示 如果美方不改变路径 中美必然陷入对抗 强调美国的目标是 在同中国的竞争取胜 希望保持在这个水平 不寻求冲突 他又表示 美国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 不希望见到台湾现状发生变化 他再次要求中国 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俄乌战士的军事援助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 在飞行途中发生空中惊云 事发于星期日 涉事航班由洛杉矶起飞 前往波士顿的国际机场 一名乘客企图打开紧急出口的窗门 以断裂的金属池羹 刺向一名机舱服务员的颈部 被其他的机员和乘客合力制服 33岁的乘客托雷斯已经被落岸起诉 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 紧急出口窗门一旦开启 机舱会出现身压 危害机上的乘客 托雷斯公称机员想杀他 他先下手为强杀了机员 美国上个月召开一批印度制造的眼药水 导致一人死亡至少五人永久性失明 今日FDA再次回两款的眼药水 其中一款是Parmidica药厂出品的 用于治疗眼睛刺痛的非处方药 涉及数量将近3000只 另一款自回的眼药水 用于治疗青光眼 是Apotas公司出品的处方眼药水 这款眼药水上个星期被批准使用 路透社引述四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重新退行拘留在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家庭 恢复对美国境内被驱逐出境的非法移民家庭 并且政策过分分松 有下诊 转头回来会有其他询问 我们参加了星岛青山小姐选举 认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 回馈社会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星岛TV 星电视 App 是全美最大 资讯最快的华人媒体手机平台 App 星电视新闻 粤语和国语电台直播 还有其他受欢迎的节目 例如总编辑时间 时事观察等 星岛一站式服务平台都在里面 星电视 App 方便又快捷 快点下载 知道更多资讯 回来新闻时间 马萨阿姆克斯特大学举行年度狂欢活动 迎接Saint Patrick State 学生因此在校园附近的小镇举行多场派对 不少学生跟随TikTok的暴饮游戏 用水桶装自制酒精饮料 饮至酒精中毒 事件导致28名学生送院 校方提醒各界防范抖音流行的潮流 这种自制的酒精全名为 Black Outrage Gallows 配方含有水、酒、电解质和增味剂 酒佔有五分之一 警方表示有两人因为未成年喝酒而被捕 当明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向驻美大使馆反映 由于被骗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中国驻美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要小心三类的诈骗陷阱 第一类 骗徒会鼓励利用某一种软件 投资虚拟货币 受害者最终可能损失10万美元 第二类是网络拆单 骗徒以微信困住的身份 称自己是一个微商 受骗人一旦付款 骗徒就将受害人踢出微信群和拉客 第三类是针对留学生私下换回 中国驻美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提高反诈意识 理智识别各种类型的骗局 谨慎添加陌生微信好友或者加入微信群 避免上当受骗 如果遭遇诈骗 及时向美国的居住地 或者所在学校的警方报警 自今年1月份中国政府恢复办理富华签证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签证受理量持续增加 排队人龙不断 总领馆星期一公布 将于3月13日起 对签证申请实行在线预约 有长者就担心 不懂使用新的科技 副总领事潘兴刚 及证件处主任前护方 昨日接受星度专访 解释相关的安排 为网上传言辟谣 领事馆最近采取的服务 便利措施和重要安排 对准备办理签证的民众有所帮助 他们称 一段时间以来 针对持续增加的申请量 领事馆采取增加人手 优化、修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加班加点处理等措施 尽可能满足申请人的办证需求 另外 美联署主席鲍威尔 今天在参议院小组提供证词表示 如果经济强劲 通胀持续居高不下 美联署可能会再度加快价值 将借贷成本提高至高于之前的预期 美联署在2月初 价值0.25个百分点 分析指3月21日至22日 美联署可能将关键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 鲍威尔表示 通胀回落又很长的路 为恢复价格稳定 可能需要将限制性政策立场保持一段时间 受鲍威尔言论的影响 美股三大指数急跌大约百分之十 两方面 日本新一代H-3运载火箭 于当地时间今天早上10点左右 在鹿尔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火箭点火之后离开发射台 但是第二发动机未能成功点火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机构预料 无法完成任务 向火箭发出销毁指令 正调查失败的原因 新一代H-3运载火箭的卫星发射能力 是H-2A的1.3倍 成本降低一半 除了发射卫星 还计划发射新型无人补级飞船 向国际太空站运送物资 今次发射失败 令日本太空探索计划受创 法国参议院对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进行辩论 政策将退休年龄由62岁提高至64岁 工会再发起全国罢工示威 宣称比一月底的大罢工有更多人参与 法国八大工会仍然要通过多个部门的罢工 令国家经济停顿 包括教育、能源、交通、工业等的行业 消息指超过六成的小学教师 和多地公共机构雇员等 将参与罢工 警方估计 全国超过260场示威活动 会有110万至140万人受到影响 以上就是今晚的所有新闻内容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晚再见